记者陈彦听屏东报道,今年屏东联屋受到寒海影响,算一算一连三年欠收,减产下期货可居。 今天台北拍卖市场竟拍出一公斤飙一千两百元的惊人天价,该酒磕装二公斤的联屋礼盒要价两千四百元,创下今年联屋价格的门槛。 但产出该和联屋的屏东县家东乡农会总干事林淑林却苦笑说,期货经此一合,受寒海洞创联屋,今年果实普遍较小,加上严重的落果灾情产量大减,品项家的联屋在市场上炙手可热,非常抢手。 加上加东农会的品牌联屋在开卖市场上殖民已久,连两年在春节前的一个月都拍出公斤价于一千元的礼盒及顶级水果。 所幸今天该农会的透红家人品牌在开卖市场开出红盘,加东农会早上听闻高价讯息也稍微驱散,郁曼低气压。 林淑林表示,该礼盒9颗庄就重达2公斤,换算单颗近270克,硕大包满又透红的麦香加,在缺货情形下自是水涨船高,不过量实在太少,仅此一合。 林淑林说,去年台风对催花影响不大,全年都无寒流,农民已献收两年,农民眼见莲雾在树上渐渐红, 对本周开始的春节伴手里需求极大骑士摩拳擦掌,盼莲雾能够丰收,算是弥补前两年损失的一点补贴,但岂之这波寒流导致瞬间低温,连屏东都测到5-9度的个位数低温。 屏东三年内就有两年出现非常罕见的低温,莲雾根本撑不住,加东的产量至少下跌三成。